停工造人!林夏威生意胎收1亿奖赏! 林夏威在2015年下架身家于20亿的金融财剧末赞生之后,已经是亿万扩谈少奶奶,并减少拍剧,就算拍剧也是赚钱买花袋,他最近就说自己即将要停工专心造人,在完成拍摄电视剧《十二传说》后,就会暂停演绎事业,希望专心造人。 目前他已积极养好身体,更不时做运动,不过对于有只他生一个变客获奖一亿时,林夏威就坎言,其实家里的计划不要用钱来衡量,认识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跟先生是向往开心,简单的生活,先生不是圈内人,人更加低调,可能我现在有剧播主,所以有这些新闻。 就当宣传罗,如果因为我的工作而影响到他,我觉得不是那么好,我们俩公婆都是好努力工作,生BBU计划,现在可以多点时间陪家人和看下自己的生意都是好事,多谢大家关心。 现年30岁的TVB花旦林夏威与大胎15岁,身家于20亿港币的金融才巨末赞生结婚两年多,虽然过着阔台生活,但林夏威婚后并未吸引,仍然在TVB拍剧。 近日有报道指,林夏威结婚两年多都没造人成功,老公开始有威严,发出最后通牒,夏威唯有暂时吸引,全力造人。 林夏威今日出席TVB新剧《十二传说》记者会,对于这不是赞别剧,林夏威表示之前以计划拍完这部剧就停一停,但不可以说是赞别做,因为只是暂时不拍剧,其他工作都会做。 他否认老公对他不造人有威严,反而自己感到惭愧,不能只让老公单方面支持自己工作,希望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取得平衡。 至于是否已随时准备好造人,林夏威表示要先拍完这部剧,他工作时会200%全程投入,还要先调理身体。 拍剧时不用刻意和老公保持距离,因为拍剧时很忙,连吃饭都要约时间,希望身体好一点时可以送份一次的礼物给老公。 如果有一子一女当然最好,身边以为人母的朋友也不断催她,弄得她也有点压力。 感谢观看